我们今天来看一个奇幻爱情喜剧 胡仙丽莎 沙沙沙 丽莎是一个家庭疗养护士 每天照顾和看护行动不便的老太太 除此之外呢 就是读奇幻言情小说 以其幻象和70年代的日本偶像歌手飞鸟谈天说地 30岁生日这天 丽莎决定将脑中的浪漫化为行动 出去寻找真爱 于是向老太太说想出门两小时 老太太答应了她的请求 她来到快餐店买了一份汉堡 很快一个端着食物的男人在她对面坐下 为了在男人面前保持良好的形象 她吃得十分斯文 但让她没想到的是 男人已经有了爱人 更让她没想到的是 等她回来的时候 老太太已经意外身亡了 平日里对老太太不闻不问的家属们 一瞬间聚集在老太太家里 他们来这里当然不是悼念老太太的 而是询问丽莎老太太的存着在哪 丽莎只是一个护理人员 甚至连自己的工钱都没有拿到 怎么可能知道存着在哪 自然是回答不上来他们的问题 绝望的丽莎被赶了出来 下落的时候 她遇见了邻居红发女和怪大妈 怪大妈给了红发女一本魔法菜谱 说只要按照上面的菜谱做菜 吃掉菜的男人就会喜欢上红发女 但是红发女根本不屑这种迷心的东西 丽莎却感到十分有趣 于是和红发女聊了起来 这时老太太的侄儿下来了 并把丽莎叫了回去 原来老太太在遗嘱里将房子留给了丽莎 并嘱咐她一定要找到自己的真命天子 而老太太的家属们只分到很少的财产 为此他们怀疑是丽莎谋财害命 于是报了警 晚上丽莎在楼下捡到了红发女扔掉的魔法菜谱 第二天她就跟去菜谱做菜 做出来的食物虽然是黑暗料理 却真的有男人闻香而来 虽然是个邋遢的秃顶男 但丽莎还是邀请对方进了屋品尝食物 秃顶男十分喜爱这些食物 并决定要把丽莎当成自己的爱人 然而她却因为一根鱼刺意外身亡 幸好警方证据不足 不能够判定丽莎犯罪 但是之前为了给秃顶男做食物 丽莎花光了所有的钱 而她现在又找不到工作 所以她决定将老太太的控房间租出去 很快一个警察郑直男住进了这里 郑直男住进来是为了调查丽莎的 她的入住让丽莎的生活十分不方便 但让丽莎有了收入 丽莎去到梦寐以求的汉堡店 看到了一男一女在相亲 看着俩人亲密的样子 丽莎十分羡慕 于是她也去登记了相亲 但她却没有看到 俩人最后不欢而散的样子 很快到了相亲那天 丽莎将自己打扮得美美的去赴约 相亲对象是个胆怯的眼镜男 俩人一拍其合 又是饮酒又是供物 但眼镜男却突然心脏病发 倒地而亡 丽莎十分绝望 接连三名死者都和她有关 警察想不怀疑她都不行 但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郑直男发现丽莎是个很善良的人 她相信丽莎绝不是杀人凶手 同时丽莎也发现郑直男是个很有才的人 还会说暖心的话安慰她 渐渐的她对郑直男也有了好感 奇怪的是郑直男也开始遭遇意外 不是被火烧就是被点击 要不然呢 就是莫名其妙从楼梯上摔下来 总之呢 回一回都是致命的攻击 但好在郑直男命够硬 没有翘辫子 一晚 丽莎梦见自己变成了狐仙诱惑路过的行人 最后将他们的心掏出来 惊醒的丽莎十分害怕 为了探寻狐仙的秘密 她去到了图书馆 然而图书管理员只是对她露出一个微笑 就一命呜呼了 之后所有想接近丽莎的男人 全都意外身亡 这对想恋爱的丽莎来说呀 十分绝望 难道自己真的是个天煞孤星 这时她发现桌上有一瓶安眠药 就在她想不开的时候 郑直男下班回来了 在郑直男的安慰下丽莎终于想开 她告诉了郑直男关于狐仙的故事 书上说呀 每个和狐仙相爱的男人都会死去 除非有一个人愿意无条件为狐仙牺牲 这样呢 才可以打破诅咒 这个时候 一个男人闯进丽莎的生活 这个人呢 就是屋主老太太的侄儿 风流男 风流男只是路过来上厕所的 丽莎却以为 风流男为她修好了热水器和厕所 于是十分感动并爱上了她 实际上啊 热水器和厕所是郑直男修好的 而风流男也不爱丽莎 和她在一起的时候还出去鬼混 最后被人家老公发现给捅了 倒在丽莎家门口 幸好郑直男在楼梯上发现了凶手的指纹 丽莎才再次免去了牢狱之灾 但遭此打击的丽莎十分绝望 最终她选择吃下了安眠药 在冰死之际她在梦中见到了风流男 这才知道原来一直以来默默为她付出的是郑直男 原来郑直男才是她的真爱 正当她准备醒来寻找真爱时 一直活在她幻想里的飞鸟出现了 原来飞鸟并不是她的幻想 而是真实存在的鬼魂 飞鸟喜欢丽莎却碰不到她 于是呢她嫉妒那些可以靠近丽莎的男人 并暗地里将他们悄悄弄死 只要丽莎自杀了 就可以变成鬼魂 永远地和她在一起了 说着飞鸟用盛开的樱花诱惑丽莎 丽莎却发现这不过是虚假的幻想 丽莎祈求飞鸟放她回到现实世界 但飞鸟威胁道 如果她和郑直男在一起了 自己将永远缠在郑直男身边 这样郑直男随时都会受到生命威胁 无奈之下呢 丽莎答应留下来 然而现实世界的郑直男看到丽莎吃下安眠药 正拼命地挽救她的生命 最后她成功将丽莎救回 片尾郑直男和丽莎结了婚 十多年过去了 俩人带着自己的孩子去到日本旅行 虽然飞鸟的鬼魂依旧跟在俩人身边 郑直男呢也依旧会莫名其妙地受伤 但他们的生活呢是幸福的 本片融合了日本元素和东欧文化 电影情节别出心才妙去横生 是部悬疑又浪漫的黑色奇幻喜剧 很适合在心情不好的时候观看 喜欢就关注点赞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